是樹屋來的 一個窗台拼好了 中間好像坐牢的爐房 餐廳和梳法就靠另一邊 構圖就會更加好看 這個是露天 像棺材 Hello 大家好 我是Inch設計師Cynthia 我是Zeno 今天我們就來到第一集的 《當設計師遇上》系列 這次我們玩什麼?Gran 大家看看螢幕 知不知道這是什麼遊戲 G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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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Gran? 這個是Minecraft 你們有沒有聽過Minecraft 我的世界 有 有沒有玩過? 沒玩過 沒玩過 OKOK 我們今天就準備了一些 Gamer的作品 就需要用你們的室內設計師的 專業角度去評論 這些Gamer的設計 OK 大家準備好沒有? 好 好 我們現在看第一張 這個空間 我們第一次覺得 就是外國客廳的空間 比較闊落一些 中庭的位置 也做了一些藝術的設計 變相挺有氣氛的 我覺得整個感覺 有一些道界的感覺 但是呢 我覺得如果下面 放一些火爐 更加旺 更加像外國式 你覺得怎樣? 其實都OK 因為其實你看到天花 在一個這樣的遊戲空間裡面 都刺激到相當有特色 譬如上面都用了兩種材料去砌 還有保留一些孔孔的效果 看到它的樓底好像再寬敞很多 周邊都有窗 還有掛上一些掛飾 我覺得都很採光率高 而且空間感強大很多 好 下一張 這是一個密室 這是一個很不人道的空間 Gran 我覺得首先 這個空間狹窄 其實我們都經常出現狹窄空間 在香港的地方 但是都不會這樣做的 首先它儲物空間是零 你已經是一個box 做一個床頭櫃 其實我覺得 會不會考慮上面做一些吊板 的形式 增強它的存物量 另外就是天花的顏色 如果做一個深色的話 它會更加更加壓迫 起碼 全是泥土來的 所以起碼天花都做白色 最重要就是燈光 我們只有一把火把 做一個自然光的話 更加不夠 我希望這個空間 狹窄得來 多一些光線 變相可以改善到這個空間的感覺 因為這樣的話 變成一個空間好像 好像坐牢的路房 所以整個設計就沒有那麼好 像棺材 不停了 下一張 這個像是地窖 或是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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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設計 所以這樣看 空間很闊 很大 但我看到 好像只有一個餐桌 我覺得座位空間不夠 一個這麼大的空間 其實可以放更多不同的座位 變相 多一些朋友來玩 都可以利用整個空間 另外就是 我發覺它的窗 因為它安排的時候 一棟隔著一棟去放 好像空間有很多柱形 但門口那邊 它做了一個直條木紋 再加橫身的磚 這個是可以的 它用來放在大廳這邊的長身 還有就是門口的位置 它都放了一個半腰櫃 上面就放了一些花瓶 其實這個景觀是OK的 但是我覺得窗 還有長身 因為它其他長身 都是用同一隻色 變成好像很悶 旁邊也有 我看到一些書櫃 應該是 變相 我覺得那邊的空間 都挺對的 都挺好看的 但是真的我們旁邊 另一邊 放著一些魚缸的位置 開始就開始有點單跌 而且規劃得不太整齊 這張屋是我設計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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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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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你的風格 嘩 嘩 待會也會有real的設計 你們猜不猜到哪一張是 嘩 那我們看下一個 嘩 嘩 這個是 有點唱K的感覺 嘩 我覺得 它想營造一個 小森林 嘩 樹林的氣氛 所以它就用了一隻 深色的胡桃木 再配一些 樹形的Pattern 的Panel 是好的 不過我覺得 梳化 顏色就 很漂亮 對 見仁見智 不太適合 又或者是 顏色方面 不要用太深色 因為它的空間 始終不是太過 闊落 變相 可能用淺木色 配襯草場 變相 感覺更加自然感重 亦都可以增強 那個空間感 是的 我見它門口 就很特別 放回地毯 但都是一樣 譬如它 整個地板 再加上長身的顏色 那它做到的感覺 是可能玩得深一點的 但都是有點悶 這個樓梯的比例 就好像有一大組 變相幾雅的空間 那樓梯下方 我們拉直 做一些儲物空間 變成一個儲物房 好過我們看到這些樓梯底 變相感覺很容易撞頭 因為 這間屋是Rio設計的 好啊 我覺得漂亮的 我覺得漂亮的 好過你那個 對嗎 對嗎 輸了 另一個 好 下一張 這張就好過其他那些 對 一看上去就像樣子 這個感覺是Modern 它用一些白色的長身 和柱 和圍了邊 也做到私靈 所以那個空間不會太壓迫 所以 在這個大的空間裡面 它下方做一些深目色 其實可接受也可以 旁邊近窗的位置 還有一點的用餐區 變相更加可以拿到自然光 那個位置挺Chill的 可能吃一下早餐 又或者是平時喝一下茶 變相那個空間挺適合 另外就是 我看到它一進門口的位置 以及這個 在一個塔飯廳區 它的地板做了分隔 它入門口那邊 就會偏向淺色一點 譬如它專長方面 它都特意用了一些淺色的石紋 配襯那個石火爐 而且它就可以變成 跟另一個地板有對比 還有 浪費了 它那個梳化 背向火爐 應該扭直 大家三邊都圍著 看著火爐 那感覺會更加充滿一些 好 那我們的照片就評論完了 我們現在進去玩一個小時的Minecraft 我們給你們一個小時的時間 給你們去設計 你們的內容 OK 好 好 來吧 好 Double tap space to fly 如果你們不懂 怎樣玩 你可以問我 等一下 如果一個小時的砌好了 加多了 你會不會吃我自己的嗎 你會不會吃你自己 因為你可能會爆炸 蛋都爆炸 不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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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玩了15分鐘 4 3 2 1 OK 鍵盤開 好 停 出外面 出外面 好 剛才你們玩的遊戲 你們覺得如何 不吸引嗎 很棒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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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找一點 好 OK 我們現在第一張照片 會看阿琛的設計 首先這個 這個 因爲我特意選了一個在草邊還有海邊 所以就做一個開放式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天花上面 在床上高 製造一個玻璃 因為整個感覺都在大自然裏面 讓它可以看出天空 床頭放兩盞吊燈 再加上天花的陽光 整個空間就很適合 所以不用太多燈 還要說 在床邊的位置做一個座椅和矮櫃的形式 所以我特意選了一個有雅典色的磚頭 配上藍色和淺米色 床邊床頭屏的位置是類似牛奶 牛奶的頭屏 所以我左右兩邊特意用一些圍欄 然後整個風格就比較適合 本來我打算放一隻牛在一旁 但是因為不夠時間了 所以就沒放到 這個床邊座特意用兩隻平式 因為整個都是木色的話 整個空間就太沒有特點了 所以左右兩邊是一個特色的櫃 然後中間就做一些木紋 上面就可以放下花瓶 或者放下一些日常物件 或者放一張毡尖去搓一搓 這樣就可以看著這個景 好 我們現在看Zeno那些 在這個設計上面主要簡約一些的 你會看到很多長身的顏色上 都是以白色為主 或者是灰色的磚為主 這個空間裡面先說天花 天花的位置 有兩個位置 我們都做了窗和玻璃天幕 首先我們在這幅圖裡 看到最邊邊 我們最角落頭有一棵樹 樹上方已經是做了一個天窗的動作 自然光引進來 樹也可以多點陽光照射 左右兩旁的走廊 同樣地都用了天幕去做 那天幕又是下方做一個草地 變相我們在這張圖的最右邊 有一個草地的位置 又可以有錢光引進去 而中間的位置 放了一張餐桌 也放了一個梳化的位置 這個模擬一個客飯廳的空間 我們看到最右邊的一幅牆 除了天幕的玻璃牆打下去之外 下面也很適合放一些掛畫 這張圖裡我會用一個Banner來代替 每盞燈下面放了一個灰色的Banner 到時候可能放一些掛畫或圖案 變相這幅牆更加生動 我們在地下的位置 用一個草地來分割了兩個不同的空間 在梳化的後方就是餐桌的位置 我們用一個草地圈住餐桌的位置 旁邊一棵樹 空間大是很好 但最重要是留意一下 人們怎樣走 怎樣才不會撞那麼多 一件傢伙又左一件右一件又左 我們盡量歸邊 另外要留一大個空間 我就安排了中樹和擠書的位置 那餐桌和梳化就靠在另一邊 變相構圖就會更加好看 好好好 最後值得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給Zeno的 這間房間是怎樣出入的 我剛剛是打炮的 然後就唱了一跳下去 好 今天我們遊戲玩得差不多了 我們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對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追蹤我們的Facebook page 還有留意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有新影片上載 對 如果想看更多的作品的話 其實在我們Facebook和Web site也會有 好 我們希望下條影片大家見 拜拜 拜拜